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本周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和运动有关 不知道各位最近是否有稍微关注冬奥的消息 即使滑雪和滑冰并不是台湾运动的强项 但冬奥的相关新闻还是相当吸引众人目光 看着这些选手成功或失败 欢喜与泪水 你有什么感觉 至少他对世界和平可能有些贡献 上周俄罗斯总理普丁特别飞到北京 亲自参加冬奥的开幕仪式 也可能因为如此 据说在冬奥结束以前 俄国暂时不会出兵攻打乌克兰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不是关于比赛的细节 而是我们从这些选手以及他们所发生的事情身上学习到什么道理 这才是最引人深思的地方 但大家往往把焦点放在运动员或事件上面 忽略更深层的意涵 我会从最近其他运动比赛的一些新闻开始讲起 最后再来说冬奥 今年澳网公开赛已经结束 在男子单打部分是由西班牙蛮牛纳达尔夺冠 拿下生涯第21座四大公开赛冠军 超越之前和费德勒及乔科维奇共享的20座记录 创下心理成碑 但纳达尔的这项成就 在某种程度上被乔科维奇高潮迭起 曲折万分的事件所掩盖过去了 乔科维奇是当今世界球王排名第一 虽然他和纳达尔的得奖数先前都是20座 但他的奖杯比较平均 不像纳达尔光法网公开赛就拿了13座奖杯 问题是乔科维奇不知道因为什么理由拒绝打疫苗 欧美这种人还真的是不少 过去乔科维奇都因为大牌 在全世界参加比赛 都能拿到疫苗豁免证书 唯独这次在澳洲提到铁板 澳洲政府不买账 中间虽然他透过法律救济手段 希望翻盘 但最后还是失败 被澳洲政府驱逐出境 无法参加澳网公开赛 乔科维奇是我最欣赏的球员 也很希望他能够赢 但这次他的作风 我却不敢苟通 全世界大部分民众相信也不会同情乔科维奇的遭遇 因为新冠疫情那么严重 欧美确诊人数创下近日高峰 没有人希望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也没有人可以不尊重别人的权益 不管他的身份地位如何重要 乔科维奇这次可以说亏大了 不只他将奖杯数第一的宝座拱手让给纳达尔 而且原本几乎稳稳到手的胜利也飞了 在乔科维奇20座四大满贯赛冠军奖杯中 有9座来自澳网公开赛 可以说澳洲是他最擅长的场地 但煮熟的鸭子飞了 这是活该 谁要他不打疫苗 我的结论是 冠军成可贵 生命价更高 我的第二个和运动有关的分享是 赢家通斥的时代 第二名的悲哀 再来延续今年澳网公开赛的话题 请问你是否知道 今年澳网公开赛 男单亚军是谁 你大概不知道 并不是因为他不厉害或不有名 而是大家把焦点都放在纳达尔身上 希望他赢 希望他破纪录 今年澳网男单亚军 是俄国选手梅德维夫 他今年只有24岁 比纳达尔年轻11岁 梅德维夫恰好也是当今世界排名第二的选手 去年他澳网也是亚军 输给乔克为奇 今年澳网决赛 他一开始连赢两盘 但最终被纳达尔追回来 倒输三盘 相信对他而言 是相当难受的事情 我并不喜欢纳达尔 而且因为希望看到世代交替 所以替梅德维夫加油 但很可惜不如人愿 各位可能没有注意到 赛后梅德维夫在记者会上的发言 他除了抱怨在比赛过程中 凭遭观众 鼓噪干扰 不受尊重以外 也对全场一面倒为纳达尔加油的气势 感到灰心 梅德维夫赛后受访时沮丧地表示 这是孩子停止做梦的时刻 并指出自己未来将只为自己与支持他的人打球 他说如果有个比赛 在法网或温网之前 于莫斯科举办 即使他会错过大满贯的赛事 他仍会去打 因为他希望为俄罗斯人而战 这就好比台湾选手 参加比赛 是为台湾而战 个人的荣誉倒还是其次 坦白说 这是我听过最感动人心的话 我的结论是 winner takes it all 这是当今世界的规则 但运动员应该为他所信仰的价值而战 第三个我要分享的故事来自NBA 我的感想是 赢家组合并不能保证胜利 团队合作才是关键 我要讲的是美国NBA 今年砸下大笔金钱 网络大牌球星 然而战机却一败涂地的两支球队 一支是西区的胡人队 阵容包括当今球王詹姆士 以及高手魏斯布鲁克 另外一支为东区 由阿里巴巴共同创办人 来自台湾的著名律师蔡重信 所拥有的蓝网队 队中网络三大球星 包括杜兰特以及哈登 这些球队战绩不佳 最大的原因在于大牌球员 彼此之间默契不佳 不能携手合作 各自英雄主义 甚至互不信任 以蓝网队为例 目前大牌球星哈登已经走人 跳槽到七六人队 换来另外一位和原来球队 也不合的大牌球星西蒙斯 整体结果是不是会比较好 很难说尚有待时间观察 企业和球队一样 一堆高手聚在一起 并不能保证较佳的表现 企业不是一个人公司 团队合作的火花 往往可以创造出 意想不到的成果 第四个我要为大家分享的心得 是求胜意志力 是比赛成功的关键 这次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运动 是美式足球 男主角是坦帕湾海盗队的四分位 汤姆布雷迪 汤布雷迪 布雷迪是美式足球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传奇球星 他现年已经44岁 以运动员来说是相当大的年纪 更不用说是从事美式足球 这种激烈的运动 先前他在新英格兰爱国者队 长达19年 两年前转到坦帕湾海盗队 他曾拿下七次超级杯冠军 成就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之前其他人的记录 最多也只有拿下四次冠军而已 他在爱国者队时 带领球队九次进入超级杯 并且六次夺冠 就在大家认为他应该已经要退隐江湖时 没想到他转换到一支比较不起眼的球队 于去年又再次夺冠 这是他个人的第七座冠军杯 今年他差一点又打进决赛 整个球季的个人数据领先前茅 但可惜在准决赛时 输给另一支球队 分数只有些微差距 否则又可以打进决赛 实在太可怕了 布雷迪原来计划达到45岁退休 但现在提早一年 他在IG上透露 自己无法再继续维持 求胜决心 因此决心离开这项运动 未来将把时间和精力 花在其他需要注意的事情上 这说明很重要的一项事情 运动员成功的关键 在于必胜的决心 布雷迪能够在同样一个位置上 做相同的事情长达22年 而且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是很难得的事 同样是运动员 南网的费德勒今年已40岁 但过去三年 他已经没有再拿过大满贯冠军 相较之下 美式足球比赛充满碰撞 但布雷迪在43岁那年 还能再拿下一座冠军 有多么不容易 我想布雷迪有一股坚定的决心 要向世人证明 即使他换了一个球队 还是能够夺冠 而去年他做到了 今年他差点做到 但失之交臂后 极有隐退的动机 因为那种非赢不可的念头 已不再有了 我的领悟是 意志决定一切 不管你年纪多大 第五则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运动新闻 要将镜头 拉回到冬季奥运 我要谈的人物是日本滑冰王子 与生杰贤 上周他个人第三次 也是最后一次挑战冬季奥运会 在长曲项目 挑战史无前例的 四周半跳 4A落地摔倒 三连霸尾业失利 最终以第四名作收 但值得一提的是 他突破了人类体能极限的四周半动作 仍然获得国际认证 他的魅力 连中国网友也难挡 相关讨论话题 一举攻占 微博热搜冠军 阅读量 突破七亿大关 其实 如果不做4A 与生结弦 可以选择 做另一个技术组合 那就是四周 而非四周半 比较安全 他一定可以完成 但他选择冒险 即使 那可能使得他 错失奖牌 他说 尝试4A 是我的骄傲 它会让我 更完整 这就是 我这么做的原因 压力 使我更有精力 来划冰 与生结弦还说 我认为自己 今天正在 突破极限 无论多么艰难 多难以想象 我都想为那些 对我有期待的人 多争取一点 他说自己 没能实现梦想 但已经 竭尽所能了 终日 一向不友好 但中国官媒 凤凰网 发文赞赏 与生结弦 摔倒这一刻 与生 更完美 官媒表示 与生的精神 超越了胜负 他的存在 本身 就是一种胜利 因为与生结弦 太过耀眼 声势完全盖过 本届金牌得主 美国队 22岁小将 陈维 我的心得是 人类 因梦想而伟大 真正的运动家精神 是挑战极限 谈到突破人类体能极限 另外一位日本好手 平野布梦 在单板滑雪男子 U型场地技巧赛中 第三轮以超高难度动作 获得96分高分 成功夺金 其实 他在第二回合 就完成空中斜轴三周 转体 1440度的技巧动作 为冬奥史上 首位在该项目中 完成如此高难度技巧的选手 但没想到 评审仅给出91.75分 直到第三轮 再做一次 才给了96分 让他逆转夺金 事后 不仅他很生气 连评论员也难以理解 平野布梦说 对于运动员来说 每个技巧 都是冒着生命危险 来达成 我希望 有公平公正的标准评分 索性 平野 最后得到金牌 算是happy ending 我认为 突破人类体能极限 做以前没有人做过的事 是运动员最高的境界 运动如此 企业经营也是如此 而这次 有两位日本运动员 做到了这一点 第六个 我要讲的